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近遇到了一件头疼的事儿 阿信,前些日子,我们公司在竞聘 赵丽说,这次我是十拿九稳 一来在公司干了那么多年 二来业务做得也不错 可是,我却失败了 不知道下次又要等到猴年满月才能有机会呢 阿信问,相信你肯定知道失败的原因吧 一休看了口气说,知道 都怪我这张破嘴 上个月,我们部门聚餐 九度饭饱过后,就开始瞎聊 一想到可能要升职 我就有些得意的,没管住嘴 说错了话 阿信说,说来听听 尼秋说,办公室的一个同事老张 平时跟我关系还不错 聊天时,我把他当自己人 就多说了一句,科长太不适东西了 平时老是给我穿小鞋 要不哥们我早升职了 老是讲,科长平时对我并不坏 阿信说,结果 话传到你们科长的耳朵里了 尼秋看了口气说 来,都怪我这张破嘴 瞎说话,怪不得别人 是啊,鬼骨子不就一直提醒我们吗? 口可以食,不可以言,饭能乱吃 话不能乱说,二管不住嘴巴 这件事,其实无疑有之 请听起,朔汉时期 诸葛亮去社后,谁最有可能接班 说是姜梅的,肯定是被三国演义洗脑了 论姿排备,姜梅早日呢 那应该是谁呢?杨仪 很显然,杨仪也是这么想的 他本以为排挤掉了胃炎 自己就万无一失了 知道诸葛亮病重,就一直等着接班 史料记载得很清楚 自以为功勋至大 一当代量秉证 杨仪觉得自己是老资格 应该结诸葛亮的班了 舍我其谁 当然,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天生喜欢自作多情 实际上诸葛亮根本看不上杨仪 觉得这人不靠谱 亮平生秘脂 以仪姓卷依在蒋婉 诸葛亮觉得杨仪这人心胸狭窄 不适合提拔 诸葛亮心里有更合适的人选是 蒋婉 三结局是尴尬的 蒋婉后来居上成功接班 杨仪顺利的名声按下 做了冷板凳 给你 你服气吗 我老杨论姿排备 论能力 论人品 那一点比小讲差 所以在日常工作中 杨仪积极发扬风格 转 在下属面前转 在上级面前也转 动不动就给领导甩脸色 抬杠 白老资格失常有的事情 史料记载 于是愿问行于声色 探诈之音发育五类 注意这个探诈之音 很显然杨仪有事没事哀声叹息 而且是发自内心的 杨仪的极度之火被点燃了 请听题 如果你是江安 你会喜欢杨仪吗 你会讨厌 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 一般有两个选择 争和不争 明智的人选择后者 所谓争就是 跟杨仪这样的人争了怒发冲冠 金刚怒目 结果呢 你跟他人一般见识 说明自己格局也一般 这就好比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总会遇到杠精一样 就说阿信自己吧 总会遇到一个陌生人 冷不丁发来一条信息 我觉得你不行 我觉得你不如我 没头没尾的 连个理由也不给 这时候 争吗 时间那么宝贵 跟一个陌生人为了所谓的厉害 争个面红耳赤 有意思吗 当然不争 不争 一般而言有两种方法 客气点说一句 你是对的 让他继续自我感觉良好 如果不客气呢 压根别理他 很显然强满用的是后者 压根不搭理杨仪 工作那么忙 杨仪爱咋咋地 四阳一见没人搭理自己 他突然感觉到了一阵孤独 寂寞 冷 根据心理力学守恒定律 一个人内心有气 发生了作用力 他就一定会发泄出来 终于有一天 有一个人推开他的家门 原来是老同事愤意 杨仪感动了 我相信他的眼角力 会闪烁着泪发的 别人见 自己得罪了领导 跟领导冷战都避之不及 费兄弟居然主动看望自己 一个人如果寂寞了 他会有个最典型的特征 爱说话 特别想倾诉 杨仪也是如此 当年要不是我除了魏妍 就凭他小蒋 凭什么起我头上 我跟丞相多少年了 他小蒋才几年 丞相在的时候 我管后勤 我们配合得多好 这些其实都是宣泄情绪的发牢骚 但是话多了就容易出错 有时候 一个人作死 其实是拦不住的 老费啊 当年我要是头考吵架 兄弟怎么会落魄到这波田地上 他喝了口酒接着说 我后悔啊 肠子都毁心了 说着无心 听着有意 杨仪一席话是让费一心明白了 这是有反心啊 居然想投靠曹操 真是这样吗 这其实真是发牢骚 但是有些话真不能乱说的 杨仪亏是在江湖上混的人 难道他就不会想想 为什么这个结果眼伤 费一会去他家呢 是爱吧 是责任吗 不不不 明显是去试探杨仪的 杨仪居然什么都没看出来 白空了那么多年 职场上哪有那么多爱 于是一转身 肺一就给领导打了小报告 杨仪有反心 这可不是阿信胡编乱造的 史料记载 一密表奇眼 公元前235年 是杨仪人生中最难以忘却的日子 他被开除了 废位平民 流放汉家俊 或许你会说了 只是发烦牢骚 骂骂人 头也造的不深吗 是啊 杨仪也这么想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有事没事造口也 比如史料记载 一字图索 附上书诽谤 辞职机械 很显然老杨同志虽然下岗了 但是他嘴没下岗 注意诽谤这个词 再注意机械这个词 为了诋毁领导 情绪失控 丧失理智的杨仪 已经不惜造谣 污蔑 诋毁领导 总之 什么话难听说什么 真话假说一通说 终于上面忍无可忍了 结果你懂得 呵呵 杨仪恐怕不会 知道 他不下岗 他始终是别人上位的阻碍 不下岗 他的老同事怎么上位 谢谢老杨成全 费一一转身成了蜀汉三代木丞相 接了蒋婉的班 无有一件事 我们要提一下 诸葛亮并未识 老板刘产曾经去问过 诸葛亮的接班人选的事 用蒋婉吧 除了蒋婉之外呢 费一也行 这套候选人名单里 压根就没有杨仪 费一之所以会打小报告 一方面是为自己上位扫清障碍 更重要的是 他跟蒋婉才是穿一条裤子的 这就好比当年阿信在职场上被人出卖时 那人真诚地看着阿信的眼睛说 是我出卖你的 毕竟跟你相比 我跟总经理的关系更近些 坦白讲 时至今日 我都觉得很有道理 都是出来混的 大家那么忙 哪有空抢感情 六口叶本是是非根 话说的多了 是非也就多了 可是人总是要开口说话的 所以我们应该多忌口的 少造口业上 等人善于夸奖别人 下等人喜欢贬低别人 有朋友说 既然如此 那就干脆不说话 当真如此 非也 会说话是一门学问 更是一种修养 言而当 之以 默而当 一之以 说话最能暴露一个人 恰当的时候 说话是智慧 沉默的恰当 也是一种智慧 是极口的 就如鬼谷子说的 口者 心之门户 你恩的什么心 就会说什么话 或从口出 口是心的门户 如果能减掉口业 就可以减少许多的灾祸 真正的修行人 不仅修心 也修说话的艺术 心月定 遇会说话 知道怎么说话 知道何时说话 知道不乱说话 这才是人生最好的修养 人跟人之间才差距 有时候 就体现在说话上 同样是说话 有人是积口德 有人是造口业 有诗为证 语言轻薄以心寒 旷富描摹到彼端 可惜才华皆不用 念由自作挽回难 学习更多国血 鬼谷子智慧 敬请关注鬼谷道 微信公众号 我们一起纵横百合 鬼谷论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